大家好,欢迎收看秀手旁观新鲜事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都有这两个爱好 第一就是想要长生不老 第二就是为自己打造陵墓 历史上有一位皇帝陵墓完好 从来没有被步伐小人给盗过 这位皇帝就是刘备 刘备虽然说没有统一中原 但是他在三年的在位期间也是攒钱为自己修墓 他的墓穴立即千年 却从来没有被盗取 更何况是在三国那个盗墓高峰期 唯一一座没有被人盗取的帝王墓 这是为何呢 在四川彭山木马镇莲花村村民说 他们知道刘备的陵墓在哪 根据这个说法 让考古学家不断地去判断和摸索 发现在彭山莲花坝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墓群 外面有九个小山丘像莲花一样包裹着中间 位于莲芯的最大山丘 而这个山丘埋葬着的极有可能就是刘备 后来也证实了这个陵墓的主人就是刘备 令人意外的是 考古学家只要一个陵墓保存完好 也就没有进行挖掘 这也就是说 这个陵墓里面的东西都是保存完好的 于是专家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为了保护这些文物 目前最好不要去挖掘刘备的墓 这边的政府对这座大墓进行保护 后来当地旅游部门对彭山刘备墓进行规划 准备打造刘备墓旅游景区 这样更便于保护陵墓 对此大家认为是真的吗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